那剛剛我們稍微體驗一下 只是當作好像黑板的用 當然它不能只有這個功能 來老師您看一下我們下面 因為如果老師您平常還是習慣用Power 您是不是會自己打開Power 對不對 那甚至您有用軟體 怎麼辦呢 可不可以在這邊用 請問Windows裡面有沒有什麼比的功能 好像沒有 除了您如果是觸碰螢幕才有 所以呢 我們MyDubo裡面它可以切換過去 哪裡可以切換 在這裡有沒有看到Windows Logo 當你按下去之後 它就會把這個白板先收起來 有沒有看到我們右手邊 這個工具有沒有跑出來了 您就可以在這邊 這裡是不是有一支筆 我就可以來這裡點到它 現在就進入我們畫筆模式了 所以您 在你平常習慣的方式 同學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 但是我現在筆是白色的 所以我換一下 這裡有沒有可以上一步下一步 還原一下 好 點一下 我現在用紅色的筆 同學我們今天就是來看 怎麼樣把話講清楚 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看到MyDubo 第二個 第二種的什麼 成片方式 那如果您覺得這個 我要把它保留下來 您講完了之後 我想要把它保留下來 有沒有看到拍圖的工具 按下去 您可以選擇全螢幕拍 局部拍 或是局部的擷取 甚至怎麼樣 因為我們有些時候 其實說真的 我自己是有蠻深刻的感覺 就是 遠距 不見得 要跟實體的 課程時間是一樣的 比如說我是兩學分的課 你真的在線上可以上兩學分的課嗎 有點困難耶 因為專心度不夠 所以可以 其實我們可以考慮怎麼樣 老師有部分的是可以錄影 等於說我跟同學 比較像研究所的課啦 就是說我不是全部都是老師上課 而是有一些討論 那我有一些資料 我已經錄好了 你就可以自己去看 那我們在後續再跟你做討論 所以他也有錄影的功能 也有錄影功能 那老師平常如果說我們要錄影 你一定會說那我是不是要再學一個什麼錄影軟體 對不對 是不是很麻煩 那現在這個是不是都整合在裡面了 你就等於說 如果我是實體有上課 那我就一併錄下來 這樣的話 有沒有像我現在上課一樣 就同步把它錄下 那我先抓局部的 我就把它抓起來 有沒有 他幫我放到裡面來了 那當然這個 如果你不喜歡在這裡 沒關係 我先剪下來 我把它放到 我們剛剛的這一頁 再把它貼上來 這裡有一個貼上 這樣就過來了 那您大小 是不是您上課的過程 這個就留下來了 那我現在呢 再回去囉 所以我現在 再重新回到這個Windows 老師就可以繼續講下去了 因為我們平常在用 最大的麻煩就是 你每切換頁之後 你的筆跡是不是就不見了 可是我是不是可以利用這樣留下來 那按下這支筆 就進入畫筆模式 等到您畫完了之後 就怎麼樣 再按一下滑鼠 它就回復滑鼠的模式 那這裡呢 還有一個滿有意思的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文字 點下去點下去 有沒有發現 有不同功能 這種的是手寫的 也就是說 欸我們在這邊看 看 簡報 好 好 那如果老師覺得 這樣子用 滑鼠寫好醜喔 對不對 我們可以把它怎麼樣 把它做文字的辨識 你看 這裡有沒有這個 按下去 欸 不見了 是白色的筆嗎 哈哈 欸 對啊 怎麼會不見呢 欸 回頭應該沒有 繼續 欸不見了 沒關係 我們裡面也有 裡面也有這支筆 你看按一下 按一下 有沒有這個 所以我看一下 簡報 好 所以老師如果覺得 這樣子 你要記錄比較難 它放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按下去 有沒有簡報跑出來了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 選舉工具點到它 啊 我們剛剛講的在這裡 哈哈哈哈 所以它可以把你的筆記 就把它轉換一下 等於說有這樣的功能 好 那這個呢 是我們在這邊 其實一個蠻好用的工具 你就可以稍微試看看 那另外它有一個付費的 可能老師是沒有看到的 就是在這裡 這個 不管在裡面在外面都有 好 但是我試用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現在要適用的 是中文 對不對 好 所以如果老師 你上課的時候 就有一個翻譯人員 在幫你 你有沒有感覺 這樣子你比較專業一點 同學如果沒有注意聽的時候 好像也看得到 當然專有名詞 它的辨識度會比較差 可是一般口語化的 都可以拿來用 我現在是在 Windows的模式 進入這裡 它還是會繼續存在 這樣老師就不用做字幕了吧 不過呢 這個是屬於它目前付費的功能 所以老師您在這邊 會暫時看不到 但是它有個好處 就是說 以往我們其實現在 在這個Google Meet上面 也有類似的功能 但是就沒有繁體中文 只有英文跟幾個語系的國家 有這樣的東西而已 這樣 有感覺的齁 所以您看看 如果您是在 一般的上課模式 是不是可以用它 就使用這樣還蠻方便 那我順便做一個錄影 給您看一下 在這裡 按下去 它就會有它的錄影的工具 跑出來 有沒有 您可以選擇 像這樣子 要不要有您的視訊 如果你覺得 不太好意思上鏡頭 因為大部分老師 還是不太習慣 面對鏡頭 沒關係 至少有聲音 那我就可以按下錄影 在這邊 開始 解析度 好 我用目前的解析度 好了 按下去 所以現在呢 我們在這邊 上課 不管您是在這裡上的 還是在這裡上的 通通都會被錄起來 通通都會被錄起來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做切換 也是沒有問題的 您有看到 中間這裡 有沒有看到您錄影的時間 也可以暫停 也就是它把很多工具都整合在一起 其實老實講 我的上課模式 我必須準備比較多工具 可是在這邊 感覺起來 雖然它的流程 不見得像我那麼順 可是至少 對老師要 進入這個門檻 您不管是要 做線上的教學 線下的教學 是不是都相對容易多了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它的第三種模式 您簡報可以拿進來裡面 好 拜拜